QQ音乐新歌榜周盘点接榜时间 我是爆榜DJ左右 欢迎来到QQ音乐新歌榜周盘点第16期榜单公布时间 一起来听到本周新歌榜周盘点新歌上榜情况 QQ音乐新歌榜10到7位 买花买字又买书 手动窒息前包空 唱歌唱句又唱戏 观众光细心狼狗 红蓝重眷恋 他笑着没人面 曾与同心结 愿是他牵有脸 我叫长安里叫古里 是想说长安归故里 我迟迟等你 我修罗笔 我已覆定我方钻之地 QQ音乐新歌榜 刚刚听到就是本周新歌榜第10到第7位的排名情况 本周排名第10位的歌曲来自邓子齐 《平行世界》 这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主题曲 虽然这部电影是一部奇幻视觉大片 但是电影的内核是一个关于信念 关于父爱的故事 雷佳音饰演的关宁为了找上女儿 拼上一切 深深地打动了邓子齐 于是写下了这一首荡气回肠的震撼之作 我最后的信念 是我与你在遇见 在冰显的世界 能否与你再重现 而我与你在遇见 能否与你再重现 本周排名第9位的歌曲来自许松 《放飞》 这是电视剧《坠序》的主题曲 《坠序》的原生代是有别于传统的古装剧OST 从此曲编制多维度融入了现代流行元素 在注重剧中推进情绪的同时 侧重于音乐的传唱和记忆点 带给大家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 一首放飞 也是表达了郭其林饰演的主角 回到古代之后 种种放飞行为的诠释 买花买刺又买书 手动窒息前包空 唱歌唱曲又唱戏 观众光细兴兴兰工 带要打败出门剧 跑肩跑后马蹄鸡 看山看水看风景 自由自在心飞起 猫里猫外偷口气 风也风雨随它去 在天地地我远离 纷纷扰扰全忘记 看头肝当闯天地 宣传宿剧抹将棋 但却能生不容易 忽悠无虑心逃逸 QQ音乐新歌榜 本周排名第八位的歌曲 来自于国风集杨谦画《风雅剑》 来自于QQ音乐国风集 故宫联手打奏的专辑《故宫印记》 邀请了十二位明星音乐人 亲历演绎 以现代视角解读故宫文化 赋予历史景点人格化的表达 第二站来到西六宫中 最考究的一座宫典楚秀宫 来听听杨谦画将缠绵的故事融入歌声 将过往的风雅婉转表达 空蓝重绵绵绵 他笑着没人面 曾与同心间 愿是他牵有脸 今晚月光如脸 将情会来写 曾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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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排名第七位的歌曲 来自于尹西棉 小田音乐社 《我叫长安》 《你叫顾李》 这是两组音乐人最近的第二次合作 《我叫长安》 《你叫顾李》 可惜长安尽头无顾李 《我时尺等你》 《我袖落笔》 《我一副你》 《我方寸之地》 《我叫长安》 《你叫顾李》 《可惜长安尽头无顾李》 一等不打年少到 Entonces 也不幸云 九九音乐 心鸿g vu 九九音乐 心鸿盘 六到四颗 花盖早 天之少 天末小 天已老 等会再多 雨 managers 等雨雨 穿风万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而轻快婉转 时而缠绵浅全 她以独特的唱功和细腻的情感张力 一字一句地将情感全数倾泻给你 也是完美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 要唱声声 也要听此刻重铭 要心无间 也要去眼角眉心 要调不易 要坚定彼此相依 要一起看天明 在等风起 要三月雨 几月清晰 数星星 到上春光 花秋金 繁华看尽 要哪怕一千万里心都不易 不见白了双饼 也要一起 本周的季军依旧是岳云鹏最亲的人 一首《最亲的人》被岳云鹏唱到 霸占了各个视频平台的热门 非常的喜庆 也很有代入感 听到他唱的每一句话 都会让你立马想起故乡门前的那棵小树 岳云鹏的唱功也算是可圈可点 而这首歌也是在《五环之歌》之后 又一首大火的单曲 花开山高红烟烟 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 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天 谢谢我最亲的人挂钱 门前的小树已成年 阻挡着风雨来的突然 家中的巴马周温成仙 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 QQ音乐新歌榜第二位 本周的季军同样也没有什么变化 来自于萨吉 On My Way 2019年萨吉从制作人胡晓鸥手里 第一次拿到音乐小样的时候 就已经被深深触动 因为原计划唐人接探三世 2020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所以萨吉也仅仅用了几个小时 在外地把歌词写完了 而经历了艰难的2020年 作为唐探宇宙当中的声音贡献者 萨吉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 传达给每一个人 穿越黑暗之后 终究有一个世界在等待你 而那个世界是属于 我们每个人的地方 When the shadows fall Keep cutting me down I've learned to be straight With my scars If I meant to bring This on and this quest Have a burst out of cate So are the barricades I'll be on my way I'll be on my way Feel my part To be warrior Next life 本周的冠军歌曲来对爱沉清空 又一次手做自己的位置 相较于其他歌手 总是用自己的照片作为专辑封面的设计 爱沉更加喜欢用一个虚拟形象 我一直都觉得听歌是千人千面 而面对这样的虚拟形象 大家可能可以更好地去想象演唱的人 到底是以怎样的面貌 在唱怎样的歌曲 而此刻有你需要清空的情绪吗 是我爱的太全 太过天真 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结合的灵魂 也许我自说自受情人 那么认真相信你 祝你他幸福的爱 这里依旧是QQ音乐新歌榜周盘点接榜时间 我是爆榜DJ左右 本周的榜单详情就是如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